是我的鮭鼻子 好好的鮭鼻子 好, Graduate!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你会唱很多歌吗? 你会唱好多歌是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爷爷游 你几岁? 我是二岁半 两岁半啊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姜姨 妈妈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他太聪明了 太好了,他英文听得懂了 英文还不听得懂 鼠鼠能知道几 鼠鼠 鼠鼠,英文,中文都行 鼠鼠 字母认识吗? 也认识 认识识识识 超过100 超过100 你会背识识吗? 也会 也会啊,那我们讲个 床前明月 然后呢? 一世纪小双 逐头望明月 一头膝腹 哇! 你真的参加了一首歌 他太聪明了 他没上学了 还没在家里 我妈在外婆 真好 他外婆跟他输入了很多内容 从他出生一直待着 会一直待着吗? 应该会 今年暑假会带他出去? 今年不出去 可能年年会出去 OK 他这个语言好的孩子 就是第一个父母知道聪明的孩子 他是算是非常聪明的孩子 所以以后他入学的话 会 你们要费点心 因为学校的 不可能用厕所拉扯程度 所以你们就是跟着他的程度走 然后选学校一定要费点心 OK 怎么讲呢? 两岁的孩子呢 不要说是被施了 OK 讲话都不需要一句的 两岁的孩子 只要说妈妈抱 爸爸No 就OK了 然后讲话呢 有50% 你听懂就可以了 OK 数数 不要说数到100 数到10 都要三四岁的孩子 字母五岁的孩子 OK 所以语言早就表示他是很聪明的孩子 所以你们尽量就是说 他兴趣在哪里就跟着走 而且选学校一定会很重要 好的 然后继续呢 这个双语要给他坚持 OK 可是就是说他学习能力 会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说他以后双学了 比如说人家五岁的时候 在叫AAA 这个是A 你想他无聊 无聊的把程度 very bored 对 OK 可是他喜欢阅读啊什么 都可以都可以跟着走 好的 OK 然后呢就是兴趣 好的 兴趣 兴趣往哪里走 OK 好的 谢谢医生 他这个很兴趣 不好意思